喂 這麼快又怎樣 我呢 我有個很浪漫的經歷 是嗎 你說來聽聽 小弟是33歲 沒有拍過拖 本來只是喜歡打電話 單飯 平時又送外賣 我跟這個女生在網上認識 認識了一個星期就開始MSN 她跟我說她很想做我老婆 我們就在MSN拍了女人拖 之後就出來見面 她的樣子OK 她一看到我就說很想念我 還有送了一排豆腐的朱古力送給我 說是情人節禮物 之後我跟她去拍貼紙相 拍了很多很多很多 差不多拍了2000元 她問我有什麼情人節禮物送給她 我問她你想要什麼 她說想要iPhone 4 之後我就跟她馬上出了iPhone 4 還買了海綿寶寶的case送給她 她很開心 之後我們去吃日本東西 吃了800多元 昨晚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她很純情 為什麼呢 因為她全程都不敢拖手 她跟我說情人節會帶我 我送給她的iPhone出來一起跟我玩自拍 我真的很開心很期待 原來拍拖就是這樣 真的很甜蜜 等我本身在yahoo 逼了幾隻xbox那些遊戲 打算新年假期在家裡打 我昨晚回到家 我馬上去yahoo跟買家說 我有拖拍 我不需要你們的遊戲 我是不會出來交手的 之後有幾個買家立刻裂評我 那班寫讀傻 我完全感覺到她們是酸到出閘 我臨睡之前打給那女生 不過她沒有聽電話 可能睡了很累 我發了個sms給她 跟她說我miss you goodnight 之後她發了個sms 告訴我ok fans 雖然昨晚用了一份量 不過都ok 那拍拖就是這樣 下次出來我會問她叫什麼名 還有多少歲 祝大家都找到自己愛的人 加油 joo 嘩 真的很浪漫 歡迎收看格物冷知識 我是阿牧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千奇百趣 古靈精怪的問題 我們就幫你解答 化繁為簡 用幾分鐘 將知識塞入你的腦袋 喜歡聽的話 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男人會覺得吃豆腐火腩飯 或者下大雨都要踢球 是一種浪漫 而女人就會覺得 吃到男朋友親手做的愛心飯盒 或者載你上山看日出 都是一種浪漫 浪漫是一種很感覺行先的東西 沒有一個實質的標準 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浪漫主義 和大家理解的浪漫是有點出入的 它是一種思維模式和藝術風格 這幅畫大家都應該見得多了 它就是浪漫主義畫作的表表者 無海上的女人 畫裡面是一個男人站在山上 那哪一幅浪漫呢 究竟浪漫主義又是誰的主義呢 現在就跟你說 要講浪漫主義 就要先講一下Romance這個字 在中世紀的歐洲流行一種文學作品 是講述騎士英雄的冒險故事 這些作品通常都誇大了些事實 而且流露出強烈的情感 例如11世紀的羅蘭之歌 簡直就是中二病的始祖 話說當時法蘭克王朝的12個聖騎士 死定主角羅蘭在他憑死之際 他手上的那把聖劍道蘭達爾 突然之間覺醒 還自己一下子砍開了一塊大鯉石 就是這樣 羅蘭配合聖劍抵抗到最後一刻熱血戰死 但是也幫法蘭克贏了這場戰爭 他就是這麼誇張 浪不浪漫呢 見仁見智 不過當時這類型的作品 主要都是用浪漫語來寫的 所以也統稱The Romance 而今集說的浪漫主義 就是沿用Romance這個字 在1750年至1850年 由法國帶起的一個文學藝術思潮 那個時期的法國人 經歷完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衝擊之後 他們無論對生活或科技 都有更多的反思 例如對宗教信仰的質疑 又或者科技發展的批判 甚至是人權和自由的追求 在這樣的大時代之下 他們將重點放回精神層面 更加強調主觀情感的表達 充滿想像和感性 浪漫主義就慢慢萌芽 由法國蔓延到整個歐洲 橫跨了足足一個世紀 大佬你講阿春 即是怎樣才是浪漫主義呢 簡單來說 有這麼誇得這麼誇 將自己最深層的一個感覺表達出來 就是這樣 就好像Interstellar玩到上太空 入到五圍空間 那麼誇張 不就是講父愛 不就是這樣 即是如果想說爸爸很愛你 就這樣大大聲說I love you f***** 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繞一繞上太空 跨越時間去說我愛你 那就很浪漫了 就是這樣 這些事情是見人見智的 浪漫主義就是一個很個人情感的表達 你說是就是的 不過浪漫主義的畫 都有三大特點 第一 風景是主角 浪漫主義的畫作 很多時候都以風景 作為整幅畫的主體 他們最想是表達出理想中的世界 例如這一幅 畫了整個古代羅馬的建築 和當時工業化的城市 產生了很強烈的對比 不過也不是跟著實景畫的風景畫 而是畫家憑感覺和幻想創作出來的景象 接近虛幻和夢境大於現實 又例如這一幅 雖則幅畫叫做尼加拉瓜大瀑布 但是他就畫到瀑布分開一半 陰天那邊鬼想那麼澎湃 好天那邊我都比他大多 這些就是畫家的想像 另外 人物在畫中的比例 是佔很小很小的 專用來突出大自然的壯觀 不過也不是每次有風景 那些人就黃豆那麼大顆 浪漫主義的第二個特色 就是強調人和大自然的對抗 這幅畫叫做《梅道沙之佛》 畫家根據1816年法國梅道沙號 軍艦的真實海難事件 幻想幸存者劫後餘生的情景 而他將重點放在人類和大自然的對抗 同一條船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究竟是人類贏還是大自然贏呢? 畫家就是留個答案給大家思考 由左下角看到遇難者和絕望等死的人 感覺一片死直 後面還有個浪蓋起來 相反看到右上角的時候 那群人看見曉光 生命力頑強度 就好像在玩風帆 你看浪多猛 這就是浪漫 第三 突顯主角的掙扎 除了風景畫 當然有些是以人物為主 而浪漫主義的人物畫作 是以作者的情感表達為首 例如這幅叫做 理性沉睡 心魔生煙 作者就是表達他對理性和想像力的想法 所以畫中就用了一些夜行動物 來代表惡魔 具現化他這種掙扎 以上這句小小的分析 是我們量了一個小時後得出的總結 因為實在太深了 不妨留言交流交流 除此之外 浪漫主義的畫 也描繪英雄的史詩時刻 就是作者投放他對這段歷史的感情 而描繪出自己最理想的情景 就是要畫面漂亮 這幅畫應該沒有人見過 它就是自由引渡人民 在一個私橫遍野的戰場上 有一個坦空露博的自由女神 守執象徵革命的紅白藍三色旗 帶領著一群人向前衝 你看畫面多不現實 這些又是浪漫 其實浪漫主義這個題目 是很闊很闊的 不僅畫作 還涵蓋了文學 音樂 建築等等 牽涉了一段很長的歷史發展 今集大家對浪漫主義 有多少少基礎的概念 明天走畫展望著畫 都吹到兩嘴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